旅日的西武師頭首郭俊倫 回台備戰世界12強棒球錦標賽 舉行記者會分享在日本積棒的慎德 他說雖然一度下放義軍 亦都從鮮化換為中繼 但都令他學習更多的機會 而這次參加12強 最想三鎮西武的隊友中村江也 一身輕鬆打扮 郭俊倫回來了 說起這一季在西武師的生活 郭俊倫說 覺得最佩服的是日本積棒的承受能力 自己輸著頭兩場所有小動作都被看穿 郭俊倫去年因為在仁川亞運表現優異 被日本西武師網羅 前兩場登板都獲得勝投 可惜後續表現平平 還一度下放義軍 亦都由鮮化換成中繼 說起低潮時候的心路歷程 他非常樂觀 而這次回台要代表中華隊參加12強 他亦都一點都不協戰 發下豪雨 要三鎮全女打王 中村江也 談到日本隊友郭俊倫 好像一個大男生笑得很開朗 不過他亦都坦然 這次參加12強 因為知名度已經比去年大了很多 自己壓力其實還是不小 但還是要盡量以學習的心來面對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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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